現在開始想怎麼改這個選單Toggle的Menu 一般使用者都是用左手畫手機右撇子 一般都是左手畫 所以我們習慣性的話建議在左邊 但你要右邊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開始來看一下 先改他顏色 有圓形或是 預設是這種下拉的 會展開 他一樣好我們怎麼進去 再回到路覽這邊 看一下 從這個 這個Design這邊 然後選 Customs 客製化 這邊就有四種可以選 展開的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用 左邊展開的 好 Icon的部分呢 我用紅色 然後背景 這個Button背景我用 黃色 OK 邊界呢 看一下 藍色 文字 文字我用 文字我用 方色好了 OK 文字的部分 這個就是這個分隔線 所以我們看一下 好 就這個分隔線 那怎麼改這個布景的顏色 我們再回到 顏色這裡看一下 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要下拉 這裡有一個 Menu Background 改成 暗色 好 那預覽看看 好大概就客製其他 選單 那如果要選其他的 展示方式呢 一樣 我們從這個 Design這裡 這個客製化 這裡有幾種方式可以選 Icon就是這個 Tago的顏色 按鈕的背景 那下拉這邊還有一個是 這個布幕的背景顏色 我們可以改 改自己喜歡的顏色 改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字體顏色就按這個T 就可以去改 然後下面這個 橫線就是它的 分隔線 那以上我就分享這個 這個Menu Mobile Menu的部分 我們會看到 有些一些 的